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孔子论语宪问篇第39节 子曰,作者七人也 作人站起来称作为作 那为什么要站起来呢? 要劳作,要运动,要劳动 那么在这个作的意思就指运作 操纵或者操作 这意思 哲嘛,就是祖宗最早的时候点起这个篝火 通常只是露天 煮饭烤肉 聊天 称之为哲 每个人都参与围在一起嘛 前面我们有一节有那个聊 聊是在屋子里头 后来演讲嘛 就是打一些聊天啊 谈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感悟啊 分享所谓认识到的真理 那么由于这个 者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参与了 都围着嘛 所以有众人的意思 那么作者呢 就在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世界运作的 称之为作者 七 七嘛 我们认为 现在就是当然是123567 是一个叙述词 或者陈述就是一个数词 那么塔克那个十啊 12356789 十那个十源于同一处 祖宗最早的时候 这个字是一样的 七和十啊 七就是十 十就是七 我们今天这个七带了个钩 但是作为叙述词以后嘛 其实这个七和七啊 七整全部的意思啊 一样 那么 十呢 最早也不是指一二三楼 七万九十 而是指东西南北 包含一切 七和十源自于同一个字 那么 在这里呢 七就是指全部的意思 人就是指每个人 我们因为人 我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啊 叫人 所以同工叫人 我们也可以叫什么 义啊 叫做神啊 叫什么东西 都无所谓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这个世界运作的 就是全体的人 每个人 那么这第一层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啊 运作的啊 就是指每一个生命啊 从管中啊 一步一步草啊 别臣草啊 一直管中之物 完了一共走了人 有些只有人能够认识到啊 整个这个物质运作的基礼 也就是真理真相 那么 而使这个世界运作啊 制定规则 按照规则 使这个世界运作的 是每一个生命 都是参与的 大家 都是参与者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 就是说 每个参与者 都要面临着做人的问题 因为有些只有人 能够明白道理 那么 不管是避陈草 还是细菌啊 今天我们说的冰毒啊 植物啊 动物啊 那么最终都要经历过人 这一关去面对 真理真相 去认知 并且按照真理真相 去行出来 以至于达到弦 孔子在上一节 跟大家分享了啊 四种境界 那么 做到了 那么 比这些还没有做到的啊 去服务啊 运行整个宇宙 整个物质世界啊 甚至于非物质世界 非非物质世界啊 非物质 非物质世界 这也有在 宇宙人生 统一论里头 就跟大家仔细的分享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解读 孔子 那么 对这个人生的认识啊 向我们解读了 平等 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每一个圣灵都是人啊 都要经过人啊 都要经过人 这一关 所以呢 他告诉我们 作者欺人也 这当然说 我们说 在论语之后 就任何孔子语言 也可能是 孔子祖宗 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 对这个世界的 对人 对生灵 对生命的认知 那么 他孔子呢 向他的朋友 他的学生 他的弟子 去进行解释和分享 那么这里呢 我们把它去解读出来 大家自己去慢慢的去品味 那么这实际上呢 东西方 文化是一样的 那么 这一节呢 也比较简单 两层意思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好 谢谢大家